大家好,这里是游戏废人 飞兰天空终于可以证明红烧天空了 上一部影片我有提到爱心中木烧 也有人会说是制服或素食 反正目前还没有一个地名 那我自己是比较习惯叫爱心中木烧 会是新一代辅助神 的确也成为日本攻略网季西装玉后 第五支综合评价在T0的角色 但这次中木烧的大强化除了新一装外 还有原皮专用剂月光的进化 月光Plus的效果其中一条是 简易型技能效果上升 根据攻略网说明是固定提升20% 目前已确定的效果有 中木烧自身也能吃到 与一般次数型buff一样 会在身上叠加一层 只要没有释放debuff就不会被消耗 接下来有四个问题需要确认 第一个 20%提升是独立城区 还是原来数值直接相加 或者是增加原来数值的20% 第二个 对脆弱是否有影响 第三个 对永久回合简易是否有效 第四个 对复合简易是否两个都能吃到 测试头目统一为等级16 亚历三大宝石王 1B400 第一个测试我使用雷队 以雷三邪当打手 由于月光有附赠小增伤 必须释放两层大增伤 盖掉减少误差 最终雷三邪的buff有 两层技能大增伤 两层暴击率确保必定暴击 两层暴击伤害 心眼但不会发动 15层小连级 迪恩简易 则是中木梢的单体雷降防 最终无月光伤害为 710469 有月光伤害为 754872 提升幅度为6.24% 由此可知 问题一最有可能的是 提升原效果的20% 如果增伤35% 就变成42% 50%就变成60% 接着第二个测试 脆弱是否有效 由于脆弱必须网友弱点 改用火宝石人境战测试 技能则为 圆皮三邪的绝对零度plus 无月光伤害为 211万6678 有月光伤害为 218万5900 提升幅度为3.27% 考虑到脆弱提升幅度 比单体属性降防低10% 而且我释放脆弱的 眉夜图数跟等级 也都比测试1 释放降防的 中木梢还要低 因此结果应该是 对脆弱也有提升 接着测试3与测试4 可以一起测 对永久回合检疫 是否有效 这次将测试1的过程 穿插放雷下落的钻用剂 同时复合脆弱 与永久降雷抗 无月光伤害为 250万0427 有月光伤害为 295万3998 提升幅度为18.13% 测试2得知脆弱会有影响 但在测试2提升幅度 仅为3.27% 顾可合理推测 这18.13% 必定包含雷降抗也吃到增幅 也同时验证问题是 复合检疫是否两个都能吃到 答案是肯定的 最后我们再用西装会的 复合永久检疫测试 打手为泳装白河学姐 无月光伤害为 573902 有月光伤害为 632459 提升幅度为10.2% 由于西装会的专用剂效果 降暗防为30-40% 一般降防为20-30% 如果只有单项提升效果应该会低于或接近测试1的单体降薯防 因此可知西装会的两项争议都有吃到检疫增幅效果 才有可能达到10.2% 总结来说由于永久检疫也能吃到提升 等于让队伍的伤害极限又提高一些 虽然提升幅度不大 但只要队伍有两名以上的debuff手 或者是自带检疫的打手 例如说像是月歌王雷月歌 这些在攻击前会释放检疫状态的打手 可以靠着这20%再让伤害有所提升 多个效果对加下也是一个不小的加强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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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